欢迎回到美国SFL第三周的比赛 那这场是Mainer2D来对上那颗肚 Mainer2D目前的胜率百分百 在美国的SFL赛场上处于不败的地位 而且他打的都是长盘大将战 对吧 他这个战绩上面很稳稳得住 这次是选择了用卢克来对鼓劣 这个在早些时候 我们都觉得卢克打鼓劣不好打 那今天为什么他会选择做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就来看今天这个对决 打过度率先发难 下到命中以后往版面去推 Mainer2D还没有什么行动 还在等他在等什么 这里再等下去就直接来到墙角了 还拆了个头差不多了 这一条命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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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买 中拳没了 这一种没了 弄两个问题不大 不是什么很致命的事物 只是说连断连不少 这个棒 这个棒應該是蹦不到 他要是再早一点的话 还好 再早一点 距离可能有点不太高 容易被指跳什么 跳入好的 开场拿到一个大机会 梅拉尔蒂要进攻 百没牙齐身 跳入做一个安全跳 这边先防一手脚刀 斗骑上面还很充足 双方都有一次摸大奖的机会 梅拉尔蒂下段先探没探到 那就只能拖一下了 那这个拖不一定拖得住鼓励 鼓励的发布还是很凶的 距离如果不拉近的话 它可以一直发压 完了这边选择带一手C 那这一手C下去的话 梅拉尔蒂已经是来到了虚弱状态 没有斗骑 丢个慢波打进攻 等你先过来 对不用急的 你C打完以后 你慢波再一个前前过去 你就会发现你被对手跳了 这时候梅拉尔蒂也是有经验的 知道在这个点上防对手的进攻 第一步就是要做一个前跳 哦 这里斗骑回满了 可以 该犯弓了 下段过去 没摸穿 最后利用自己最后一丝的斗骑打到一个插子 卢克就那一波特别猛 手上斗骑全满的时候 过来跟你摸两次讲 应该说三次 他有三次可以绿冲取消的机会 只要你没有碰到过他 那这三次机会过来 你只要猜错一次 就会直接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拿库杜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再加上梅拉尔蒂手上是有一个三七在 而拿库杜的也是把三七交掉了 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的把这个三七打出去 做一个收尾 下一灯我们就五五开嘛 但这一灯的话 拿库杜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攒出自己的一个CA来的 而MateRD基本就没这个机会了 发波挡住你的一个摆拳 诶 这里战中角的对空被跳入了 这个对空还得看距离的 对手得远端起跳 稍微近那么一点就会直接被砸 只是选择交了一个角刀 拿库杜 哇 这边按蓝房干嘛 这个蓝房按完以后 如果不能把这个MateRD的斗志给它消掉的话 这一灯很危险 这边是奥了一个角刀 而且是普通版的 这奥的很坚决 来 这边手上是有CA的 有没有智慧把这个CA打出来 奥一手 丢一个波 这边 选择交SA2强魔 那我感觉 拿步都应该赢了 这边斗志领先太多了 丢一下波 我不认为这个点上MateRD有什么办法 他就选择奥了一个森龙出去 这个森龙在十万八千里以外 独自升天 然后就看到台下的NAR 在模仿他这个出招的动作 他意思就是MateRD想在那个点上用SA 也就是他的一个一气的沙尘暴 来应过这一手波 但是没办法 手柄是容易串招的 串招以后呢 就变出一个森龙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向他推荐一下 你也该转Hitbox 在串招方面的话 手柄绝对是遥遥领先 然后我听到MateRD这边应该是要换角色了 重新进到了雪人画面 而且这个队主我觉得是没有道理去上卢克的 卢克确实有点落后 他刚才打下来 其实还行 MateRD 听说他这边是选了JP 搞针对 搞针对是可以 但熟练度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问题要打个问号 以我对纳扣度多年的观察 他其实不是很怕JP 这边中了命中以后 连招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角色的熟练度不体现在连招上面 主要是体现在一些临场的判断 怎么办 这边手上都其实不是很多 疯狂的扎地板 这个是打鼓猎的标准打法 你不要在那边丢波了 丢波肯定是亏的 你一定要想办法卸一部命中鼓猎 所以你要用这个D次去打 哪怕是拼到相差还是赚的 我这边奥迪波丢出去给上SA 可以 我觉得就他这个玩法 不如玩现代JP 现在JP也可以这么玩 开场就冲 但是距离不够 被杜哥找了个智慧 这个选择前跳落下来 这个蛮吓人的 真的 用重拳去打前跳落地 这个东西好容易吃蹦的 我吃过好多次 夜市打完以后 诶 取消再命中 连段很稳 确认得不错 Od列西在补上 一个头则 破防 而且直接给SA2 但是给对手压力拉满了 杜哥一会儿要是怒了 直接掏一手加密出来 不要以为我杜哥没有副角色 两个人直接换成角色大战 也有可能的 一个中弹补上 没办法你搞上星这个东西 是真的 很熟练 我真的他以前也这样 打了打了就开始换角色 搞一手你搞不了的角色 从熟练度上来看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一些应对的策略 就是说 你有没有把策略做得 连招这个东西练个一两天 对于他们来说 基本就全会了 什么情况该命中打什么 杜哥这边应该也是要换角色 并没有选择加密 因为确实很久没有看他用加密 在比赛上 那个角色可能也已经被遗弃 还是第四 发波 怎么办 这第四对于鼓励的限制真的太大了 你在板边 就稍微远一点距离 你是不能发波的 因为只要发出去 肯定是你吃亏 对手能防 然后你这边得被扎一下 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拼个上杀 那现在来后路这边已经是没有斗尺 前跳 然后等着你 哎呀好难受 这个角色本来就蹦 你知道吧 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接近手段呢 在没有斗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边还是用前跳 直的被拉开 因为你落下来的话 因为没有斗尺是没有蹦这个威胁的 对于Mina2D来说 只要等你落地随便打你 再加一个技能你就又推到板边 这一下 在稍微够不到一点的距离 按一个头停下来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就是说你玩一个角色绿冲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停下来 出去一些特殊的招 那头的话是最容易刹车的 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停下来 其余的招会往前滑一点 哦 视角刀 然后丢个慢波过来 慢波 要在哪个点上打进攻了 这选择再用前跳前动拳靠近一个跳路 这Mina2D按了一个下段扫出来 这个距离超远了一点吧 隔了半个屏幕按一个下段 然后被跳 直接头都给跳烂了 到决神灯 中拳截掉 横扫拉开 然后给CA 搞向心这件事情还是你会 那这样 后手拉库都又很难防 烈士要补吗 没有 直接走脸去贴身来个压制 完 这里被跳出来以后 还是拉库都这边应该是要交CA的 CA打掉 Mina2D斗吃不多 接下来肯定要慢波去压 就不知道Mina2D会选择前跳 还是怎么做 慢波过去 慢慢做推进 Mina2D还是就先防这一波 然后用一点血量把位置换出来 直跳的中拳去封一下对手的前进 欧迪波又中 完了 这里 拉库托 杜哥 有钱中脚 这个点上对不到 稍微有点远 杜哥在没有斗车的情况下 反而攻得更凶 哎 终于还是等到你了 因为你再凶 你也不敢一直发波的 你总得做点什么 那鼓列能做什么 鼓列那个后倾角往前挪一步 然后前跳 没有 现在斗车算是回上来了 但这个点上面融入的半点失误 一个轻攻击就带自己走了 刚说完轻攻击就来了 直接截掉了一个钱钱 那这样 没到RT 比分就来到了2比1 领先了 还得是你 破头藏了一手JP JP这个角色 打有些角色确实有利的会比较多 骨列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多的有点过分的 尤其是那个第4的存在导致他发波发波 又退回去了 拉乎多又开始搞生态 让他多等一会 双方给一点建议 小艾这里一直沉默不语 虽然我也是玩JP的 我跟你一样 我只在对鼓励的时候用JP 这帮人就像以前玩这个街霸4的时候 看到别人选老桑 他就选沙纳特是一样的 好过分 下断空 直接前跳 然后想要骗一下对手蓝防 都哥比较有经验 这种时候如果你下一次反应按蓝防的话 这波就亏大了 OK 骗一下两下 所以都哥不做动作先给你发 但是到最终结果还是一样的 要吃第4 很少拉到板边 中拳不列西压起身 都哥这边斗车的压力太紧张了 一直是在吃中拳 中拳摸到 这种取消 这边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推板了 只能是还要传送 都哥等着你 这样一来梅娜的这边 哎呀没了 都哥找到一瞬的机会 走到脸上一个重拳 把最后一点斗气拍完以后 但是 又被抢青龙子了 哎呀 可是我觉得都哥这里是没有做好的 其实刚才那个机会是很大的 哎呀 下中了民众 然后接了一发脚刀 不敢堆 前中脚抓到对手的下断 然后补上一个神龙 到板边了 这里好 居然还有这个反应 会等一下对手的蹦 连续两个蹦去压对手的斗气 这里反向 完了 哎呀 这手对空没有做好的话 可能要隐恨西北了 再一个中断 中拳 直接给C2 连上了 先接一下扎 往后拉开 就不知道怎么连了 因为不是主力的关系吗 在这种复空的情况下 到底该怎么连 他不是很清楚 他道理我也不清楚 我也这种不练的 都是细节 无所谓的 好那这样的话 珠黄帮自己的队伍挽回了20分 这样双方是来到了20比20 也就是要打最后的延长加赛 那我们就直接快进到延长加赛 来最后延长加赛 两个教练组 对吧 这个不上场的就直接归到教练组了 除了在台下发表意见以外 没什么事可以干 上来 听防以后 选择绿冲去压一波 我们压中 下中角再来探 KC这边交斗气交得很积极 再冲 接下来 插合直接确认升龙了 但是这里一下 后后躲得有点精髓 然后Kevin在低下 被压起身的时候就显得不是很老实 就要做点动作 所以Chris这里也想来 但不在板边 第一时间还不到 去的比较远 我哟 连续的性雷脚去强踢对手的斗气 那斗气是踢掉了 自己的血量也不多了 又被投了一个蓝房 最后一撕血 What can you do 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 这个点上等也是死 不等也是死 盧克的中距离控制能力很强的 你想硬冲是冲不过去的 你只能慢慢来 那慢慢来的话就一撕血 没智慧 TT旋风 搬运到长角 连续两个前前 简单的压一下 但这样子压完以后 自己的斗气又很紧张 就慢慢往后退 把距离控制在中远距离 不要离得太近 离得太近 吃一拳自己可能不好受 要不让对手跳过来就OK了 这里也是大飞脚 然后投到对手 两边都是两气在 现在马上就是要有CA的拆命了 然后凯文这边 应该会很希望在这一灯快点结束一点 直接来 要不要交C 不巧压起身 先一个头则 把你压到生死线 再来给你打致命的一击 但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好找 下段硬冲 然后又是一个头则 到板边了 克里斯蒂这边斗气还很充足 但是一直没智慧用出来 在控场上面 都要凯文比他控得好 一直是他在进攻 没斗气的往后退一退 摸两下 哦终于 凯文在这里有点直了 连踢两个站中角 那也是给克里斯蒂找到一个下中角 反打的智慧了 这边是直接交了一手CA 生怕有什么差池 看看在这个点上 现在其实压力很大的 你这边把东西交空 你认真的吗 这手真的 哦 克里斯蒂 我觉得刚才那个硬冲 不算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太凶险了 真的猜错一下就死 那这样 这边还是优势的 手上有C在缺反了 绿冲过来直接凹 不给你晋升的机会 他这里也想明白了 这一手凹空我就直接下去 但在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还能接受 因为对手打的这个 是一个轻攻击的带入CA 伤害是不高的 还可以搞 哦 这边都是被打空 那凹凯文这边 最后的攻击站完了 这个蓝房 啊 连招掉了兄弟 我克里斯看明白了 直接是赌一手对手掉连 这个时候就应该连一些稳健一点的连段 对吧 直接硬推 那这一波 差不多这个血量可以带走 因为手上还有 哎 哎 连招掉了兄弟 哎呀你们俩果然半斤八两 不愧是教练组 哦呦 哦呦 这里踩了一条刹车 完了这一下的话 笨的血量是不够顶了 哦呦 这一下空了 凯文那边没缺反到 哎 都是满了朋友 你反叛 哈哈哈哈 哎 两次对我差不多 最后五分微弱优势 UiU赢了 哈哈 哎 我来是教练组 好 两个人是互相下饭 等抢一的比赛 可能确实对于他们来说 压力比较大 很紧张啊 那个队伍定胜负 就这么一局的事情 压力全部来到替补这边 好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